夜晚,阴云密布,细雨茫茫 村落,田野,山林 好像被一个黑色的稻子给扣上了 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 一场杀戮即将到来 1938年5月21日凌晨1点40分 都吉木雄开始行动了 他穿上了黑色的历领学生服 脚穿地下足袋 像士兵一样,用布条缠住小腿 用头巾在头上脸侧 各绑了一只手电筒 胸前挂着一个自行车车灯 腰上绑了日本刀和连把匕首 手持改造火的九连发布朗宁列枪 口袋塞满了100发子弹 又在身上斜跨了一个装满100发子弹的布包 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已经80岁的奶奶 督紧木雄称奶奶出睡之后 挥动斧头将奶奶的头颅砍下 然后将斧头丢下后走出房门 开始实施他心里面欲惜已久的屠杀计划 杀掉所有他认为不可饶恕的人 因为当时名封淳朴村里面家家户户 还没有睡觉锁门的习惯 这就让他可以悄无声息地潜入到村民的房子里 督紧木雄出家门后 第一个要去的就是他的邻居岸田青芝的家 岸田青芝当时是以假短的成绩通过了证兵检查 所以时常有人拿这个事情来耻笑杀金木雄 青芝的母亲月代和杀金木雄多次发生过关系 在知道他犯有废杰克后就拒绝和他来往了 而且在背后还到处说他的坏话 青芝的妹妹美莎曾经拒绝了杀金木雄的夜访 还嘲讽过他 因此杀金木雄对青芝全家的人都怀着强烈的憎恨心 进屋之后为了不惊醒周围的邻居 杀金木雄没有使用猎枪 而是拔出了日本刀砍死了熟睡的青芝母亲月代 房间内的响洞惊醒了睡在隔壁的青芝的两个弟弟 棋尾和首 杀金木雄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就冲到旁边的屋子里面 把这两个小男孩乱到屁子了 但青芝的妹妹美莎不在家 杀金木雄就猜想 五月份正是养残的好细节 此时的美莎肯定是在村里养残户 四川千奇家做办公 有了这个判断后就不着急了 先去不远处的西川英智家 杀金木雄曾多次筹钱 和西川英智的老婆西川多美发生过关系 但自从多美知道他患病之后 就断绝了和他来往 并把他多次求爱为国的丑态 在村子里面到处宣扬 让他一下子成为了村子里面的笑柄 不久前 多美还当众羞辱过杀金木雄 所以杀金木雄十分仇恨多美 这也是他对全村人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杜金木雄闯入了西川甲 异常的响动惊醒多美 刚准备喊叫 就被杜金木雄一枪击中了腹部死亡了 枪身惊醒了睡在隔壁房间中的三个人 分别是多美五十岁的丈夫西川英智 家里的长女吉子 多美的妹妹千赫子 长女吉子在和杜金木雄夜访时发生过关系 最近才出家 昨天刚回来醒亲 所以这是杜金木雄把复仇的日子定在地铁的原因之一 被惊醒的三个人纷纷出来查看情况 结果被杜金木雄一枪一个全部射中要害 当场避命 杜金木雄在杀害了西川英智一家后 穿过泥泥的小路 来到了第三所房子 岸田龙的家 岸田龙与杜金木雄并没有多大的仇 只是因为岸田龙的老婆 千惠是西川英智家的二女儿 所以杜金木雄冲进屋后 立即用枪近距离地枪杀了岸田龙 然后又朝着岸田龙妻子千惠开了一枪 此时千惠已经怀孕6个月了 而在另一间卧室里面睡着的 正好是亲来帮忙干农活的岸田龙的侄子 武雄 他见到枪声后 准备开门查看情况 结果被亲来的杜金木雄用枪托打倒在地 随即胸口就被射了一枪 杜金木雄准备走的时候 发现了躲在房子黑暗处 岸田龙70岁的母亲 杜金木雄冷冷地朝着老人的胸口 开了一枪 转身就走 好在这一枪并没有击中要害 事后被赶来的警察送到了医院 幸存了下来 此时的杜金木雄已经杀害了11个人了 但是杀戮并没有停止 离开岸田龙的家 杜金木雄来到了60岁 四锦陈一的家 家里面有五口人 大女儿四锦百合子 和杜金木雄是同伴同学 据说百合子是杜金木雄最爱的女人 自从在风俗店完结了自己的童真回来后 杜金木雄就对百合子提出了发生关系的请求 结果被百合子无情地给拒绝了 后来百合子在父母的安排下 嫁给了同村的大姑律一 但是结婚之前 她被杜金木雄骗在家里面 强行发现了关系 也因此百合子和丈夫大姑律一的关系 产生了间隙 没多久 百合子就离婚了 离婚后的百合子又被母亲安排架到了很远的村子 因此杜金木雄对百合子一家也是充满了恨意 就在前两天 百合子刚回来看望自己年迈的父母 这也是杜金木雄决定在今天复仇的另一个原因 杜金木雄先是开枪打死了百合子的父亲 四锦陈一 听到枪声后的一家人在黑暗里面四处逃窜 百合子的弟弟真和和弟媳采花 在逃跑时被射杀在院子 百合子的两个妹妹小石和小花 慌不择路地从窗户里面翻了出去 刚跑到走廊就被乱枪击中 倒在了血火之中死去 而百合子幸运地逃走 他惊慌失措地跑到了附近的四川崇吉的家 百合子在后来回忆起这起事件时是这么描述的 我从房子里面往外逃 我的父亲兄弟姐妹一一被杀了 当我跑到屋外 他在黑暗中看到了逃跑的我 督井沐吉的目标就是百合子 怎么能容忍他跑了呢 立马就跟着他追到了村子中央四川崇吉的家 百合子进屋后 让四川崇吉赶快把门窗都锁起来 不明所谓的崇吉一家人都照做了 此时门窗紧锁的屋内共有四个人 紧跟其后 怒气冲冲赶来的督井沐吉 用脚踹用枪扫射都没有搞开正屋的门 就在打算放弃的时候 隔壁房间 崇吉84岁的父亲四川冒吉 被家里闹出的巨大动静给惊醒了 准备出来查看 结果被督井沐吉连开两枪给杀害了 后来警方在查看现场时发现 84岁的冒吉老爷子在被射杀前 还和督井沐吉发生过禁声战 据说老爷子在生前试图劝阻已经杀婚言的督井沐吉 并且用左手紧紧握住了督井沐吉的日本刀 他左手深刻坚固的伤痕 就是最好的证明 崇吉家的这场骚乱惊醒了周围的几户人家 督井沐吉本就和崇吉家没有任何仇恨 只是不满百合子逃到他们家躲起来 所以才痛下杀手的 眼看一时半会儿是闯不进政务了 督井沐吉就前往了下一家 督井沐吉和他的母亲东阳 两个人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都还沉浸在睡梦中 督井沐吉和沐吉的母亲东阳 发生关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并且每次结束后都会付一笔钱 但是东阳突然有一天就不再搭理他了 经过打听才知道 东阳搭上了村里面一个比他更有心的男人 这让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屈辱 因此一直怀恨在心 督井沐吉进屋后 对着房内的人各开一枪 浩二和他的母亲东阳当即毙命 此时已经伤害19个人的督井沐吉 依旧没有定日 督井沐吉急奔袭到了村里面养残户 四川千级的家 这一家人其实和督井沐吉也没有太多的过节 但督井沐吉一开始就猜到了 第一户中月代的女人美沙在这里帮工 还有他最爱的女人百合子的敌人丈夫 大姑绿衣的妹妹贺友也在这里帮工 所以督井沐吉主要是想来杀掉这两个女人的 督井沐吉先是观察周围的情况 确定了美沙和贺友在养残势后 就翻过了黎巴院墙 来到了他们睡觉的地方 将他们给杀害了 而同在一个屋内睡觉的 还有四川千级的掌旗 督井沐吉和也是残遭杀害 之后的督井沐吉闯进了正屋 打着猎枪指着四川千级的头说 你没有说我的坏话 我是不会杀你的 随即就离开了这里 穿过了一片田地 来到了对面大姑绿衣的家 大姑绿衣是督井沐吉 最爱女人百合子的敌人丈夫 此时的大姑绿衣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她准备出门报警的时候 前脚刚迈出门 就被赶来的督井沐吉看到了 由于事先有了警惕 她在督井沐吉的枪林弹雨中 侥幸逃脱了 但家里面还有一个47岁的母亲 杰菜 大姑绿衣的逃跑 令督井沐吉十分愤怒 她拿着枪 抵着大姑绿衣的母亲说 你女儿贺友已经死在我手上了 现在敢轮到你了 随即连开树墙 虽然没有击中致命不为 但后来在医院治疗时 还是去世了 而逃脱后的大姑绿衣 狂奔吉里路 向隔壁镇的派出所报案了 这在报案后的警方 立即组织警力 赶往案发的贝伟村 此时 这场杀戮 已经持续了仅一个小时了 督井沐吉来到村子最北边的一户 池泽水野的家 督井沐吉非常痛恨 池泽水野的妹妹松子 因为松子一边和督井沐吉保持了关系 一边又在贝地里面嘲笑她 不久前 督井沐吉就威胁过松子 反正我早晚都要死于费街河 还不如做一个比阿布丁还要大的事情 松子当时被这样的言语给吓得不轻 出于担心自己的安全 在三天前就收拾包裹 逃到了京都 所以事件发生时 她并不在家 因而躲过了地界 但她的家人就没有这么性命了 家里面有七个人 分别是 主人池泽水野和三十四岁的妻子 均已七十四岁年迈的父母 二儿子 三儿子 四儿子 由于这家人离村子中心比较远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所以当督井沐吉准赶来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睡觉 最终这家人中的父母 妻子和五岁的四儿子 四人被杀 但不知道为何 督井沐吉准对五岁的四儿子 尤为残忍 在其肚子上连开三墙 致使其肝脏和大肠小肠都录了出来 督井沐吉准入侵了贝伟村第十户 全村最有钱有势的 61岁苍川藏衣的家 苍川藏衣和村子里面 很多女人都有关系 所以督井沐吉准一直都很嫉妒苍川 当督井沐吉准来到苍川家时 被苍川56岁的妻子察觉到了 妻子赶紧关上家里的门窗 在关门窗的时候 被督井沐吉准了右边上的动脉 而苍川本人都在房子二楼 毫发未损 后来苍川妻子被送往了医院 因失血过多在医院里面去世了 此时对督井沐吉准来说 在被伟村的仇人 基本上已经被解决了 他走出了村子 前往了自己最后一个目标 隔壁的板本村 51岁的刚本和夫 其妻子美戴只有32岁 美戴一直和督井沐吉准有不正当的关系 自从和夫知道妻子背着他偷人后 就开始的晚上监视妻子 因此美戴慢慢拒绝了和督井沐吉准的来往 这招致了督井沐吉准的怨恨 督井沐吉准闯进屋子 对着这对夫妻连开树墙直至死亡 1938年5月21日凌晨3点20分左右 警方来到了这个充满血腥的村落 无不被眼前血腥的场面给震惊到了 而此时的督井沐吉准正好在离村子一公里外的一个农户家中 这一家人被突然闯入浑身掀血的督井沐吉准 想得不知所措 督井沐吉准认出了这家人中的小孩 这个小孩经常跑去听他讲故事 于是他向这位小孩借了铅笔和纸 并再次消失在了黑夜中 临走时还不忘嘱咐了一句 要好好读书 将来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 督井沐吉准是携带武器逃走的 这让警方极度重视 迅速召集了附近大量民兵参与搜索 第二天早上 警方在离案发地3.5公里外 一座可以俯瞰整个不遗算的山顶 发现了督井沐吉准的遗体 在他的身边有序摆放着遗书 手电筒 日本刀 猎枪等东西 根据现场情况 警方推测 督井沐吉准是在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后 用脚趾扣筒扳机自杀的 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案发后3个小时左右 督井沐吉准入侵了11户人家 一共造成了30人死亡 3人重伤 死者中有5名未满16岁 由于这起事件死亡人数众多 幸存下来的人 也都是和被害人沾亲戴故的 而和督井沐吉准有关系的女人 要不就是失口否认 要不就是死户对阵 因此在这起事件中有许多无法证实的部分 直到现在 你们依旧不清楚 督井沐吉准为何会突然对抬头不见地图界的左邻右舍 下次横手 也许只能从督井沐吉准留在自杀现场 和家里面写给姐姐美奈子的遗书中 窥探到一些她作案时的些许心灵 在自杀现场的遗书 大印是这样的 在临死之前 有一些话一定要说出来 对不起奶奶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应该杀死你 我以为自己会悄无声息的死去 但是我做了这么多残忍的事情 姐姐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我是个不争气的弟弟 因为我做了那样的事情 我渴望自己可以在田园里面自由的奔跑 但是得病的这四年以来 被人冷眼相对 这个社会应该对肺结核患者多一点包容 我过得并不快乐 如果有来生 我想做一个健康快乐的人 今天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以前和我有个关系的四川百合子回来了 西川吉子也回来了 但是我让四川百合子逃走了 也没能杀掉 凭借钱财和权力在村里面作威作福 齐男霸女的苍穿藏衣 黎明即将到来 我也该上路了 另外两封在都井沐雄家里发现的遗书非常长 内容大致是回顾了他的一生 和有关写这份遗书的原因 在遗书最后还不忘进入姐姐美奈子 而过得幸福 然而在不久之后 都井沐雄的姐姐美奈子也死于了肺结核 1939年12月 案发一年多后 当时的岗山地方法院编写了金山事件报告 由司法部刑事局引发 如今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中 报告中将都井沐雄的作案原因归结于 孤立无援的生活 以及村民们对他的冷漠 等他产生的厌恶和怨恨的情绪 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痛下杀手的 这起事件其实是发生在金山市以外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 案发地被规划到了金山市内 为了称呼方便 这起屠杀事件被称为金山事件 又或称为都井沐雄事件 虽然这起事件也被媒体大肆报道 但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期间 日本军界不想让人知道 有人用于不能参军而形成怨恨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骚乱 最初的媒体报道内容受到了管制 受害者大多是使用了化米 这起事件对于贝伟村来说影响很大 给整个村子都照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 当时的这个村子本身就只有23户人家 都是以乌农为主 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劳动力 生活也因此变得艰苦 后来很多人也选择了远走他乡 远离这个伤心之地 使这个原本就空荡荡的村子 变得更加狂狂了 如今已经过去了80多年 当地人谈起这个话题仍然是一种忌讳 现在则在贝伟村还是可以看到许多写着 昭和13年5月21日的墓碑 而在都井木雄奶奶的墓碑旁 放着一个圆形的石头 就代表着都井木雄的墓碑 此后金山事件被写成文学作品 具有代表性的 由朱波昭的金山三十人屠杀 和横垢镇史的八木村等等 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或是在一些游戏中也能看到本来的影子 当一个人的自尊被随意践踏时 他或许会期待找回自尊的那一天 但他一个人放弃了希望 黑暗就会逐渐的吞噬他 都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实际上压死骆驼的是 他身上缓慢积蓄而成的所有稻草 好了以上就是金山事件 帮忙点赞评论下订阅 一动手指就对我莫大的鼓励 长风我们下期见